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几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五节 也就是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那么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这一节他到底想说一个什么事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你看这个程序不就是一个过程吗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流程 什么过程什么流程呢 是处理账务的过程 换句话说处理账务的流程 就叫做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所以有的同学经常会纠结这个事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理解为处理会计账务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什么 不就是咱们前面一直强调的正账 还有什么表啊 那么这个过程 这个流程就叫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也就理解为处理会计账务的过程或流程 能明白 所以这是第五节我们学习的出发点 好来看 本节导航我们总共讲两个小问题 重点讲第一个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它的概述种类和应用 其次呢 我们今年新加了一个信息化环境下 会计账务如何处理 好来看第一个好点 那么什么叫会计账务处理程序呢 我们先看这个概念 我说这个程序就是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流程 就是处理会计账务的流程 它是指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 会计报表相结合的方式 不就是正账表这个流程吗 明白了 所以一定要从本质上抓住 它到底在说什么事 好 接下来再看它的种类 他说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它的种类是有三种的 这三种呢 它们最根本的区别是 登记总账的依据和方法不同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稍微给你写一下啊 我们说正 账 和表 对不对 那么账当中呢 我们又有一个总账 日记账和明细账 我们单独拿出这个总账来 我就想问你登总账的依据是什么 有的学员说 那不前面的会计凭证吗 对 但是登总账的依据 这儿有三种 如果说登总账前面 是记账凭证 我们就管它叫 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这是第一种 如果说我们把记账凭证 不是有收 负转这三类吗 我们把它各自汇总一下 汇总成了三螺 那么就叫汇总记账凭证了 我们拿着汇总了这三螺的 再来登总账 那就叫做汇总记账凭证 账务处理程序 好 还有第三种选择 就是在这记账凭证当中 我们写的不是一个分路吗 我们把这分路打散 我们按照每一个科目 在进行汇总 那么它就会形成科目汇总表 我拿着这个科目汇总表 再来登总账 那就是科目汇总表 账务处理程序 这是第三种 好 我说清楚了吧 那么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就是这三种 那么接下来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 好 来看第一个 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这些内容 这些文字 我先不给你读 我直接让你看个图 这个图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你看着很大很乱 但是我给你分一分 从第一条线 往左 都是会计凭证 从第二条线 中间都是会计账簿 再往后报表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呢 证呀 这就是什么 账呀 这就是什么 表呀 这不就是证账表的一个流程吗 是不是 这不是一个过程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会计凭证 会计凭证有什么 是不是有原始凭证 有记账凭证 原始凭证 诶 有了 当然还有一些原始凭证的汇总表 你比如说我们有什么呢 收料单 发料单 我们把它汇总一下 可以吗 也可以 所以原始凭证 或原始凭证汇总表 我们拿到它之后 是不是给到会计 让会计去记账呀 所以记账写在这张纸上 不就是一个记账凭证吗 他们身上是不是写的一个会计分录呀 所以有了原始凭证 记而就有了记账凭证 那么记账凭证 我说是不是分了三类 有收款的 那就是涉及现金 银行存款的增加 有付款的 那就是现金银行存款的减少 还有不涉及现金和银行存款的 那是转账 所以这是记账凭证的三类 对吧 好 记账凭证 或者是会计凭证 我们说完了 有了凭证 我们是不是拿着这些凭证去登账 怎么登账呢 账也有三本 日记账 总账 明信账 我们来看日记账 日记账呢 当然就是库存现金 日记账和银行存款 日记账 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 是不是都涉及到钱呀 那么好 我们就会拿着收款凭证和付款凭证 他们这两种来登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日记账 因为都是到钱 好 接下来我们再登总账 登总账怎么办 我们要拿着全部的记账凭证来登总账 好 再接下来登明信账 登明信账呢 我们是拿着全部的记账凭证和有一部分的原始凭证来登明信账 有的同学说 你为什么还要用原始凭证呢 你想想 如果说我登的是什么 这个原材料的明信账 我原材料是不是得有数量 单价金额呀 你在记账凭证这个身上可没有 它只有一个金额 是不是只有一个分路 我要想知道数量 想知道单价 是不是得看看原来的发票呀 那不就是原始凭证吗 所以我可能要用到记账凭证和部分的原始凭证来登什么呢 明信账 好 三本账就登完了 登完之后呢 我们将来再编报表 就是利用总账和明信账来编报表 现在我们还不设计报表 好 这个图你看懂了吗 看懂了之后 我要求你把目光锁定在这 总分离账 你看 我拿着谁来登的总分离账呢 换句话说 总分离账前面是谁呢 前面是他呀 记账凭证 所以这个流程 这个过程就叫 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也叫做记账凭证账务处理过程 能理解 所以这个图我就跟你说完了 登总账 就看总账前面是谁 总账前面是他 就叫做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好 你听懂了 再看个字 他说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是指对发生的经济业务 先根据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 添记账凭证 脑袋当中装上的图 是不是 根据原始凭证或汇总的原始凭证 添记账凭证 再拿着记账凭证来登什么呢 总账的过程 所以说 登总账的依据是谁 是记账凭证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听懂了吧 把这个听懂后面两种就很简单了 所以我这还理解了一下啊 我说直接根据记账凭证 逐笔来登总账 就可以了 你想记账凭证不就是这张纸吗 咱们拿着这张纸一张一张的往总账上去登 这种过程就叫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好 第一个方法我就说完了 第二个方法 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这些东西文字我先不读呢 仍然看这个图 你看这个图有没有变化 有吧 来看 我再给你分一分 这一条线往左是什么 都是会计凭证 这一条线中间都是账簿 往后都是报名 是不是 好 来看一下往左 会计凭证 我们先有原始凭证没问题 可以把它汇总一下 叫原始凭证汇总表 它们两个合起来 我们就有了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有收款付款转账没问题 可是你说 如果记账凭证收款付款转账太多了 我可不可以汇总一下 当然可以 你可以把所有的收款凭证给我找出来 我咔给它汇总一下 所有的付款凭证找出来 我汇总一下 所有的转账凭证找出来 我汇总一下 是不是汇总出来了三轮啊 这三轮那分别就叫做汇总的收款 汇总的付款 汇总的转账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汇总记账凭证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拿着汇总了的这三轮 再来去登账 你看 我拿着汇总了的这三轮 再来登总账 总账登了 接下来登日记账 日记账呢 还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咱们说的收款付款来登日记账 那么因为有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对不对 接下来还有明细账呢 那明细账仍然是我们根据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 以及部分的原始凭证汇总表等等来登明细账 这个和前面说的一样的 对吧 这账登完了 接下来就是报表了 所以同学们来看 我们目光再锁定在总分离账 我就问你 总分离账前面是谁 根据谁来登的总分离账 根据这个呀 是不是 我们登总账 是不是根据汇总了的那三轮啊 汇总记账凭证来登的总账 那么这个流程就叫做汇总记账凭证 账务处理程序 能理解 那像其他登日记账 登明细账和前面的事一样的 我们只有登总账是不一样的 它是利用的汇总记账凭证来登的 能理解了吧 好 来看 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是指先根据原始凭证或汇总的原始凭证 添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收付转太多了 怎么办 我们定期按照记账凭证分类编制 汇总收款凭证 汇总付款凭证 汇总转账凭证 是不是我汇总了三罗啊 然后再根据汇总的这三罗登什么 总账 这么一种过程 就将汇总记账凭证 账务处理程序 听懂了吧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根据汇总记账凭证 来登总分离账 这是核心 核心掌握就可以 好第三个 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 那科目汇总表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你看你记得吗 我说这个是记账凭证 在记账凭证 它的身上记着一个什么最关键核心的 是个分路啊 是借什么 贷什么 是不是有金额的呀 好 现在呢 我要把这分路给你打散 我不按分路 不按一张一张的来汇总了 我把分路打散 我按每一个科目来汇总 于是就有了科目汇总表 那么科目汇总表长什么模样呢 我给你找一张它就长这个模样 其实这个东西你也见过 这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讲到的 试算平衡的那个本期发生额 你还记得吧 试算平衡 我说发生额平衡法 什么叫发生 就是每发生一笔业务 我是不是就做了一个分路 记在这张纸上呀 这张纸上就是记录了一个借方 一个贷方 那么每一个借方都等于贷方 每一个借方都等于贷方 那么最后我们把借贷这个关系给它打散 我要按照所有的科目来汇总 那么把所有科目的借方加起来 把所有科目的贷方加起来 它们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就是我把分路打散 按照每一个科目来汇总 这个科目的借方是多少 贷方是多少 最后再合计起来 那么所有的借方和所有的贷方 相加和应该是相等的 这就是咱们之前说到的 本期发生额平衡法 是不是 好 这叫做科目汇总表 书上没有 但是我给你补充了一下 科目汇总表咱们有了 那接下来再看这个图 这个图有什么区别来看 第一条线 左边 第二条线 中间在后边是报表 那么我们先看啊 先有原始凭证 可以汇总就是原始凭的汇总表 它们两个来寄行 寄贷凭证 寄贷凭证有收复转 是不是 有若干章 这个若干章当中 它身上寄的不都是会计分路吗 现在我把分路给它打散 我要按照每一个科目来汇总 借方和代方 于是形成的就是科目汇总表 我再拿这个科目汇总表来登总账 这就齐活了 是吧 好 总账登完了 接下来日记账怎么登 和原来一样呀 根据收款 根据付款来登日记账 是不是 明细账呢 和原来一样呀 根据记账凭证 和根据部分的原始凭证 来登明细账 好了 那最后我们再编报表 根据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 来编报表 就行了 所以现在呢 我们再把目光锁定在哪 总分类账 总分类账前面是谁 是科目汇总表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过程就叫 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 能理解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比较一下 这三种账务处理程序 它们的适用范围 以及优缺点 其实对于科目汇总表 账务处理程序 我稍微给你再解读一下 这个概念呢 我们听一遍就行 他说 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 也称 记账凭证汇总表 账务处理程序 它是指根据记账凭证 定期编制科目汇总表 那么你要解读一下 科目汇总表 它是指把分路全部打散 按照每一个科目 我来汇总借方贷方 最后把所有的借方 和所有贷方加和 那么就应该是相等的 是不是 这叫科目汇总表 你要区分 科目汇总表 另外一个别称叫 记账凭证汇总表 但是它和汇总记账凭证 可不一样 能理解 我想给你强调的是这 所以根据科目汇总表呢 我们再登总分离账 就是这么个过程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三个账务处理程序 给大家进行区分一下 看 它们的适用范围 以及优缺点 首先 这三种 一张一张的去登的 那叫做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如果把收 负 转 咱们汇总成三螺 那叫汇总 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第二个 那么如果说 我们把记账凭证上面的分路 给它打散 单独按每一个科目去汇总 叫做科目汇总表 账务处理程序 它也叫做记账凭证汇总表 所以它和第二个不一样 你区分一下 我们一般管它叫这个名字 免得你混淆或干扰 那接下来 适用范围 首先来看第一个 如果说 我们就拿着一张一张的 往总装上去登 那么这叫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它一定适用于这个规模比较小 业务比较少的单位 对吧 所以你不怕麻烦 一张一张去登 好 如果说我这个规模大 业务多怎么办 我就希望把它汇总一下 对不对 所以说它适用于规模大 业务多的 另外科目汇总表也是 我们希望把这个分路打散 按照每一个科目进行汇总 也是业务比较多的单位 这是适用情况 当然他们有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再看 先看第一个 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它的优点就是什么 简单呀 一张一张去登就行了呗 而且呢 还能够反映经济业务的 详细情况 但是它也缺点工作量大 是不是 第二个 如果说我们按照收款 付款和转账 给它汇总成三罗呢 这就减轻了登总账的工作量 但是我就问你啊 其实这个东西 背着抱着一把尘 你是减轻了登总账的工作量了 可是你前期汇总 那不是工作量呀 那也是工作量 所以它就会涉及到缺点 如果说转账凭证比较多 你在汇总转账凭证的时候 不工作量也大嘛 是不是 也不利于日常的分工 所以我说这点活啊 背着抱着一包尘 是不是 好 第三种 科目汇总表 账务出程序 那么它的优点呢 也是 它说减轻了登总账的工作量 对呀 你拿着一张表 就是我说的那科目汇总表 一个一个去登就行了呗 是减轻了登总账这一环 可是呢 我们说 你不也有弊端 你的弊端是把整个分路都给打散了 那么你体现的是账户 每一个账户来进行核对的 来进行汇总的 所以说 它就不能够反映账户和账户之间的对应关系 换句话说 它不能反映会计分路了 你只反映单独的一个账户 借房是多少 贷房是多少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利于反映账户之间的对应关系 不利于进行账目的检查 对不对 那这就是它的缺点 当然它也有优点 优点我就说登记总账的时候 工作量少了 而且呢 同时呢 还可以起到失算平衡的作用 就是你的发生额借房加起来 是不是等于发生额带房加起来 全部账户的 是不是 好 这些呢 同学们稍微理解就可以 不用死劲用备啊 一定要理解了 我们再看 我问你答能够判断出来就行了 好 接下来呢 在这怎么考呢 它经常会考三种账务处理的区别 你要看四十一题 它说各种账务处理程序 主要区别是什么 主要区别是什么 就是根据什么来登总账呢 根据什么来登总账 这个依据 这个方法不同 就叫什么账务处理程序 对不对 所以它说主要区别 就是登总账的方法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选B选项啊 好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个考点是 今年新加的 它说信息化环境下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那么对于信息化环境下的 会计账务处理呢 我先给大家说个大的思路啊 因为它都是一段文字 它想说两个事 第一个事呢 就是我们企业要实行信息化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 我们得有会计软件 还有呢 我们得要有会计信息系统 这是我们要实现会计信息化 具备的两个条件 但是你即便实现了信息化 那么信息化程度高不高呢 我们也得要衡量一下 那么我们看 从低到高 我给你排了排 信息化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一般最基层的呢 就是会计核算 你实现了信息化 比如说我们用什么Excel啊 用用软件 进阶软件等等 这是核算实现了信息化 那么接下来上面 或者是进一层 我们要实现财务管理的信息化 那么接下来就是决策支持信息 也要信息化 最终我们要实现什么 共享服务中心 你比如说像华为 像中兴 它全球那么多公司 它所有的信息 比如说像中兴 它就会都汇集到中国西安 那么在中国西安 它就建了一个财务 共享服务中心 这就是最高层次的一个信息化了 明白了 好 这个考点这一大段 其实想说明这个事儿啊 第一 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第二 它的信息化程度有哪些啊 来看吧 它说 会计信息化是什么呢 就是 企业利用计算机 网络通讯等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开展会计核算 以及利用上述技术手段 将会计核算和其他经营管理活动 有机的结合 概念一般了解 那么我们说 要实现会计信息化 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们总得有会计软件吧 对不对 就是企业使用的 专门用于会计核算 财务管理的计算机软件 或者是软件系统 或者其他功能的模块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 用有金碟等等啊 主要是这两个吧 那么会计软件 一般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个 他说 要能够为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 直接采集数据 没问题 第二个呢 要能够生成正账表啊 对不对 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 会计报表 第三个 对会计资料 要能够转换 输出分析和利用 这是会计软件 那么我们光有软件不行 我们还得具备第二个条件 我们就得既有软件 又得有硬件 是不是 所以说 会计信息系统是什么呢 就是会计软件 和所依赖的软硬件 这个环境的一个集合体 就是一个系统 所以要实现信息化 这两个条件都得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 你要实现信息化 信息化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我把这个图还单独给你解下来了 我们最基本的阶段 你要实现会计核算信息化 如果处于会计核算信息化的企业 我们尽量的往上提升一下 要实现什么 财务管理信息化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你已经实现了财务管理信息化呢 你再提升一下 我们要实现决策知识信息化 如果说你已经实现了决策知识信息化 我们有很多分公司 有很多子公司 数量太多 分布太广 怎么办 我们为了促进全球的合作 要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流程会更明确一些 好吧 其他的文字我就不读了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整个的信息化环境下 我们会计账务处理提出来了一些基本要求 这些基本要求总共14条 这14条呢 我们大概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提到了 看到了 你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就行 完全不用备 不要给自己这样的尽压力 来看第一个 他说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 应该保证企业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 开展会计核算 我们要设定什么 设定经办审核审批的必要审签程序 这样呢 能够有效的防止电子会计凭证重复入账 而且呢 不得违背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 这个我赌完你也没感觉 反正你就知道有一点要设定相应的审签程序 第二条 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这个界面 当然要使用中文 并且提供对中文处理的支持 那么可以同时提供外国文字 或者是少数民族的文字 相互支持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得有什么 因为你的财务软件 或者相关的信息系统 你必须得有科目啊 最基本的 我们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 要能够提供统一的会计科目 对吧 这是最小的颗粒度 你得有啊 会计科目的分类和编码功能 有了会计科目 接下来怎么办 我们要有正账表啊 所以第四个就是 我们使用的会计软件 要能够提供国家统一的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 会计保表的显示和打印功能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第五个 他说这个会计软件呢 我们要提供什么呢 不可逆的记账功能 你不能翻过来倒过去的记账 对不对 说不可逆的记账功能 而且呢 我们要确保对同类已记账的凭证 要连续编号 不得提供对已经记账凭证 删除 查入 对吧 不得提供对已经记账的日期 金额科目和操作人的修改功能 就是已经记账了 不能再随意的删除修改查入等等 了解一下 第六个 我们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 还要符合国家统一的数据接口 我们要对外导出数据来 满足外部会计监督的需求 第七个 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 还要具备会计资料归档的功能 那么你要能够提供导出会计档案的接口 对吧 在会计档案存储格式上 或者说相关的数据采集上 真实性完整性 那么要符合国家有关的规定 好 第八个就是 我们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 在记录生成用户操作日志的时候 要保证这个日志的安全完整 要提供操作人员 操作时间 操作内容 以及查询的功能 我们要能够简单的输出 第九个呢 是会计信息系统了 那么会计信息系统 它的数据的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的部署应该有要求的 如果说你的服务器部署在境外 那么应当在境内保存会计资料的备份 而且呢 备份的频率不得低于每月一次 这倒是有可能会考一个判断 或者是选项 那么境内备份的会计资料 应该能够在境外服务器 不能够正常工作的时候 我们境内的这个备份 能够独立的开展工作 好 那么第十条呢 就是我们企业的会计资料当中 对经济业务的事项描述 要使用中文 那么同时可以使用外国文字 和少数民族的文字 第十一个 我们还得要建立 电子的会计资料 备份的管理制度 确保会计资料的安全完整 以及我们会计信息系统的 持续稳定运行 第十二个 如果是企业的电子会计档案 在归档的时候 我们要符合档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好 第十三个呢 就是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企业 以及由企业分支机构的 我们应该为外部会计监督机构 及时提供什么呢 查询或调阅异地存储 会计资料的必备功能和条件 就是我们能够让别人能够 及时的去调阅相关的异地存储资料 第十四个呢 就是企业不得在什么 非涉密的信息系统当中储存 处理传输 涉及国家机密 关系到国家信息安全的 电子会计资料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个统一的基本要求 如果说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不得将电子的会计资料 包括复印件携带或者计运 或者传输到今晚 这都是涉及到我们企业的机密 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机密 对不对 所以总共十四条吧 你就当看一遍就可以了 我也没有着重的去给你强调 一般了解即可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一小节也就说完了 这一小节呢 讲了两个问题 重点讲第一个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对吧 我们讲了三个 他们三个最主要区别是什么 就是根据什么来当总账 根据记账凭证来当总账 或者根据汇总记账凭证来当总账 或者是根据科目汇总点来当总账 对不对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说到了信息化环境下的 会计账务处理程序 那么在信息化环境下 会计账务处理如何处理呢 我们说了它总共的一个思路 就是需要两个必备条件 对吧 同时呢 信息化程度怎么样呢 给我们提出来了相应的程度规定 那么另外又给了14条要求 一般了解 好 那么到此为止呢 本节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祝同学们学习愉快